好的小伙伴们今天又要来玩这个PBZ变态版了 当然啊美其名月是美丽小镇 反正呢我是觉得它的画风真的是太可爱了 那么今天呢咱们还是先把这个美丽小镇再过掉一张 好几 今天把前任的黑夜这几关给过了 上次有小伙伴说我不看图鉴 那我是第一次玩 当然就是要保留第一次见到各种僵尸的新奇感了 你们懂吗 而且重点是啊 我上次基本上那是一马平川的好吧 你们谁看到我被虐了吗 没有吧 有也得说没有啊 只要没被虐 靠着我的高端操作玩下去 不是更厉害吗 我去习惯性把喷咕把后排了 就好久没碰到中距离的喷咕了 问题不大 二爷来了 我去二爷你手断了还在看报纸吗 这报纸得多好看呢 后面这个蘑菇 只要有几张蘑菇被吃 就会发射愤怒 感觉还是很强的 但是会让它充分发挥更加 很明显 就是买洋光菇了呀 哇呀 你来的虽然是金火岛的 现在全变成洋光菇 不怪我无情啦 否则我后面几台不能飞用了嘛 哈哈哈哈 打黑夜呢 我最难受的就是 老娘我的一招仙 用不了了呀 你感谢 这个向日回其实在白天被我用的锁像匹迷 本来准备一路这样通关的 结果我才发现 晚上没有向日回 硬上的话就没buff加成了 那么因为我最终还是偷偷看了眼才不见 我知道对于很多乌乌庄的僵尸而言都是模仿的 因为它们是有雾炕的 所以玫瑰花基本都会带 我去啊 你这个想验就过分了吧 我的鱿鱼股很贵的好吧 这个胖子拿莫乌瓦砸吧 我去我瓦瓦直接被吃了你才见 这魂灭湖不用这样的坑子吧 最后一步反正有车 这个胖子应该要在后面砸 好的 到了晚上后阳光掉的更慢了 但它上来的僵尸基本都比较的普通 不会是天前五百那种上来就崩的情况 等到后期发展起来也就不慌了 没有向日回其实话 我只能用这个很凶梦的野狐草了 气势还是很贵的 不说的 我去但还是几个巨人啊 实际股也这样子 好在我车还在 怎么每盘最后一波都那么凶啊 哇这把机枪好多呀 怪不得叫钢铁巨星 我好像忘记带盾牌了 不过坚果也很厚 再加上黄色这牌剪僵尸磨炕 阵容应该还是可以的 最后炸一下 这把倒是很稳的 我才发现打到现在我都没用魅惑菇啊 那可是我晚上的神器 没它我前期可打不过那些大爷二爷的 这把因为有挖地道的僵尸 所以阳光珠版后排 反正最后也要换了一波 这些僵尸有点多嘛 我光你跟我光好像来不及杂呀 我去又来 你再断了两下 我后面的这种尸都没了 你敢信 我这阳光也不是很多了 好在靠着我 既然一个前排撑不过来了 我去怎么还有那么多 别挖了呀 越死人家都被你挖空啊 好吗 最后灵尸炸一下 剩两个机架战士跟他对砍 一辆车老娘也是要真的 最后一挖了 上把因为后方都没挖空了 所以这把迫不得已 带个双向的尸首 然后等阵容起枕后 就可以挂极了 即使补充家后排就行了 随便你们打 打得即来嘛 巨人的话就用黑洞 这不就新冰封弄到最后一波了吗 我去 这僵尸是不是会让我的植物没用 那么满的阵容都没顶住 你敢信 好在我前面强势啊 有惊无险 嗯 这样的话呢 我也算是玩了两张了 感觉这个版本的最后一波都很凶 但是前期还好啊 所以呢难度还是适中 你们觉得呢 那么大家如果还有什么 想看的游戏挑战呢 也欢迎在评论区中 给我的留言 我们下期节目给大家 拜拜